要來關心國內將在二十一號開放AZ疫苗的自費接種 在明天上午十點會開放線上預約 全台總共有三十一家醫院提供接種的服務 而目前已經有十五家醫院開放了預約網站 公開了相關資訊 包含開枕時段以及接種的費用等等 也都搶先公布了 我們今天上頭特別整理出來 包括了台大三種還有成大醫院 接種的費用大約是六百塊錢 麻接醫院定價五百八 而布立花園醫院的價格偏低是四百三十六元 而為了防止收費亂上 指揮中心特別提醒 一旦發現收取的費用超過了上限 民眾一定要馬上反映 AZ疫苗二十一號開始自費施打 只要有出國商務及就醫需求民眾或留學生 必須提出相關證明 十九號就能透過線上掛號的方式預約 下午一點以前 我們已經看到有十五家 十五家醫院有在他們網頁上更新這些資訊 全台三十一家醫療院所提供AZ疫苗施打 目前已經有十五間醫院公開網路醫院系統 相關接種資料包括開診時段 接種費用也曝光 三軍總醫院台大成大醫院都是六百元 馬間醫院收費五百八十塊 布立花蓮醫院則是四百三十六元 地區醫院是五百 區域是五百五 然後醫學中心是六百上限 民眾你在預約的時候或是打疫苗之後發現說 你這個被收到的錢有超過剛剛講的話 那當然這個是可以提出來 避免收費亂想 指揮中心做出提醒 只是原本統一在十九號上午十點開放預約 亞東醫院十六號就已經搶先開跑 馬間醫院也在十九號當天提早兩小時 早上八點就啟動預約服務 只是未來三十一個點是否增設方便民眾施打 指揮中心回憶將先是這波自費接種的狀況 再評估解台北綜合報導